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們更了解真實的有這個輪迴的存在 有輪迴必定受苦 而且這個苦是沒辦法停止的 所以觀世音菩薩告訴我們 眾生的生死無量又無邊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所以就不斷的輪迴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沒有出頭的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了解人生無常輪迴的痛苦 那你就不斷的常常思為死亡無常 佛陀告訴我們無常的可貴 因為無常痛苦會過去 因為無常修行就會成就 升天解脫成佛度眾生 都是因為無常而成就 所以無常不是消極 是積極的面對 就像一個人 他知道再過一個禮拜他就要死了 那會如何 拼命念佛啊 拼命把我們現有的福報 給你一切眾生分享 把這個錢莊嚴三寶 把這個錢救濟貧窮 把這個錢拿來點燈 拿來放生 各位菩薩 這樣子是不是有意義啊 所以無常 創造了奇蹟 讓我們不剁三二刀 讓我們 更 努力掌握了 人生真實的方向 懂得修行 不浪費時間啊 所以佛陀這樣子說啊 如果一個人 不了解無常的道理 那他自自然然 必定等著生老病死 等著輪回受苦 等著墮落三二刀 如果了解無常 哪怕短短的壽命 都可以累積廣大的脂糧 所以不了解無常 這個生命 對他來講是個懲罰 是個痛苦 是個造業 所以如果你剩一個禮拜 有人會修行 一個禮拜那我就念佛一個禮拜吧 那我如果剩一個禮拜 那我這個一個禮拜我就拿來 受慈八關在戒吧 那我如果剩一個禮拜 那我一個禮拜都在醫院服務 悟病人 把我們現有的時間 運用在 念佛 念法 念身上面 那無常的代表著經典 無常經代表整個無常的內容 無常經裡面的重點 只要是人 有這個身體 那這個世間 有三件事情 是不可愛 不可念 不光澤 不可愛是 人經過無常的摧折 無常的變化 身 必定老 老 變化 必定病 病的變化 就必定要死了 所以 不可愛 小時候 嬰兒出生 比較可愛 還是 老人比較可愛 當然是小朋友可愛 老人有什麼可愛 臉有皺紋 走路走不動 哪個拐杖 頭髮白 眼睛模糊 都聽不見 咬東西咬不動 哪有可愛 所以是不可愛 代表無常的變化 逼迫著我們走路死亡 那 勞病死 不可念 以為 永遠的 二十歲 永遠的 漂亮 永恆的 財富 永恆的 跟家人在一起 這個叫做打妄想 各位想想 我們的 外公外婆在嗎 各位想想 我們的爸爸媽媽 往生了嗎 各位想想我們 在一起的好朋友 是不是一個一個離開了 所以隨著這個年紀的增長 周遭的一切都在變化 某人又出車禍死了 某人吃東西 噎到往生 某人夏天又出去玩水溺斃 所以什麼叫無常 不知道明天 不知道明天 會發生什麼事 叫無常 什麼叫無常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叫無常 那所以大家了解這個無常 生老病 不可愛 不可念 念代表永恆 那 每個時間 每一秒 每一個剎那 都在變化 最直接的 各位你的指甲有沒有長長 你的頭髮有沒有又長出來 剎那時間看著 哎呦 沒有變化 只是你 細細想 明天又看 真的有長一點出來了 我們出家人最明顯 這個頭髮 三四天不剪 長出來了跟在家人一樣 所以我們 李光頭有好處 體悟無常 三四天就要剃頭 不剃頭 師父您像在家人 這樣子 所以無常 逼迫了我們要修行 逼迫了我們要清清 逼迫我們行善 逼迫我們斷惡 所以佛陀在 無常經給我們做視線 不可愛 不可念 不光澤 什麼叫做不光澤 小孩子的皮膚 那麼好 紅潤 隨著年紀的增長 皮膚慢慢的 不光澤 不好看 皺紋都出來了 然後這個 眼睛的皺紋可以夾屎 假使昌隱 外在的現象 無私 無意的不在表法 天氣的變化 政治的不穩定 人心的浮動 人事物沒辦法掌控 這個代表真實的無常 那這個 無常經也告訴我們 一切諸世間 有生皆有死 受命雖無量 要之必有金 給你活 給你活 到八百二十歲 彭主 也是要死 那剛剛講 如果你不了解無常 那你活越久 只是越痛苦 活越久 造更多的惡業而已 你懂得無常 一天 就可以讓你往生淨土了 一天的八關在界 就可以讓你福報無量 所以無常的四種現象 有哪四種現象 崇高必墮落 在高的位置 董事長也有下台的一天 總統任期 也有到的時候 這個叫做崇高必墮落 會合當別離 電影兩三個小時 看完就要離開了 在美好的夕陽也會下山 在快樂的時光也會過去 所以有一天 佛陀帶著弟子 在外面驚醒 走到一個村落 看到人家 在辦喜事 結婚 那個地方很熱鬧 大家很開心很高興 經過那個地方 看到這個景象 那回來的時候 太陽下山回來的時候 早上大家很開心 那晚上佛陀要回到金色 一樣經過那個地方 景色不一樣 看到的是大家哭哭啼啼 大家很悲傷很悲哀很痛苦 是怎麼一回事啊 佛陀說啊 早上結婚很開心啊 但是傍晚的時候 新娘業障現前 身體不適 就這樣往生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這個代表無常 那對我們這個 學佛的人來講 這個很正常 生死一瞬間 佛陀也在這個 四十二藏經告訴我們 這個人 生死在呼吸當中 一口氣不來 就屬於格式了 所以佛陀常常 用這個無常 來做 警惕 在經上也告訴我們 這個人如果懂得無常的道理 這個人解脱有望啊 可以滅生死苦 得涅槃樂 佛陀進一步又說 如果這個修行者 體悟無常 那可以成佛度眾生啊 無常對這個人世間的人事物 對人大家要看開啊 因為一切都會過去啊 對這個事情 各位要看淡不要執著 因為一切都在變化當中啊 那對這個物 要放向 一切都帶不走啊 所以大家聽我這樣講 那就要不斷地去思維 再思維啊 法華經也告訴我們 三界無安 眾苦充滿 聖可不畏 三界 色界 欲界 無色界 都在變化 雖有快樂 快樂的後面卻是個痛苦 除非你正得解脫 不然你難免輪回啊 佛陀也告訴我們 當你思維無常的時候 那你的心就在止其的階段啊 心就不會起伏那麼大 所以佛陀更告訴我們 修行人要有四種觀想 第一個 因果的觀想 第二個無常的觀想 第三個 業力淘寶的觀想 第四個 緣起的觀想 透過無常的觀想 了解 了解因果的可怕 透過這個無常的觀想 了解 緣起的殊生 透過無常的觀想 而來修行停止輪回 所以一切想中 無想 無常的想是最為第一的 這一句話在